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一直是靠两条腿走路的 一个就是美国强大的国内消费能力 另外一点则是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实际上就是两头都能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的保障力量 而现在无论是创新能力还是消费能力 美国的这个表现都不令人满意 这个时候人们当然会对由美国过去保障的全球经济运行产生怀疑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 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变化 从过去的一个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那么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有建设性的霸主 变成了一个推行美国优先 那么只考虑美国自身利益 而且在不论是跟对手还是在跟伙伴 那么打交道的时候都是以这个盘剥他人和利用他人 为这个第一反应的这样的一个经济霸凌者 那么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的有理由怀疑 如果美国经济不能走出低谷 那么可能美国未来会出台更多的自私 更多自私的破坏全球经济运行与稳定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剥削他人 盘剥他人的政策 那么这样的政策出台的越多 对美国的全球领导能力影响就越大 而且这个使得人们对美国的经济的这种景气 包括美国经济将来在全球运行当中 所发挥的这种渐性的作用 怀疑就会越高 所以现在人们是只是看到美国的消费者的信心下降 那我想未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如果美国不能够走出低谷的话 那么对整个美国 美国及其美国金融体制和它所建立并维护的 全球经济秩序这种怀疑都会不断的加深